欢迎收听行销整聊室 哈喽大家好 欢迎收听全志强的行销整聊室 我们这个节目欢迎各行各业的朋友一起来聊 跟网路行销有关的话题 那今天呢我们又邀请到了一位来宾呢 他们的行业啊 说实话也是还蛮难做行销的 所以今天就是我们前几集有邀请到他来到现场 那这个在线上的是我们的这个 我认识一段时间的一个好朋友叫做一平 那一平他其实这个在他们的协会啊 做了还蛮多的事情 所以我今天也是有点希望他可以分享一下他的经验 好来一平先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声照呼 大家好我叫一平 然后我是在幸福狗流浪中途协会帮忙 那我们协会是在台中这边由陈爱妈创立的 那自己是有狗园跟猫园 就是专门救援流浪猫狗 并帮他们照顾好 然后如果有身体健康状况的话 就送医治疗 接着再帮他们送养到适合的家庭 那爱妈他做这个救援跟送养 大概已经有16年的时间了 那我是大概三四年前回来帮他成立协会啊 申请券目字号等等 还有经过一些政府的辅导 然后上课 然后认识了全老师 又在报名了全老师的网路工作坊 然后就学到了蛮多网路行销的知识 帮助我们协会蛮多的 我们当初上课的时候 我非常有印象 我们粉丝专业追踪人数 大概是七万人 已经经营十年了 但是上完全老师的课之后 我们一年内就成长了一万五个 一万五千人 现在是八万五千人左右 讲到这个粉丝人数啊 其实以这个公益团体 就非益力团体来说 你们的粉丝人数其实算是还蛮多的 虽然你们不是一个很大的NPO 但是你们的粉丝人数其实还不错 跟很多的其他的团体比起来 表示你们其实算是在这边 比较早就开始经营 而且经营的还算是蛮不错的 很认真 很用心 应该是因为我们成员比较年轻的关系 就成爱妈是我的妈妈 然后我跟我妹妹 就是一起来帮她 专门做网路方面的 其实之前也不算说行销 就是像自己在po文一样 年轻人就喜欢滑滑FB 滑滑IG 所以我们也就是把这些事情 放在网路上 就跟一般年轻人 放自己的生活一样 那不知不觉就累积了 现在的粉丝人数 就是刚好因为年轻一点的关系 所以你们其实算是那个蛮早 比其他的这个公益团体 就有意识到这个社群媒体的重要性 这样 那你们觉得这段时间经营 这个以来 应该因为这一两年 因为疫情的关系吗 应该多多少少也是有受到一些影响 对不对 对 那影响非常的大 因为大家养不活自己 怎么可能还有心力去捐款 去帮助这些其他的非营利单位 所以真的影响蛮大的 所以这个其实不只是你的问题 很多的非营利团体 应该都有遇到同样情况 而且我记得 就是你们的跟 我觉得你们 我以前对你们的印象 跟其他团体 有一点不太一样的地方 就是你们其实在 你们自己有一个商城 然后在商城上面也卖了蛮多东西 所以其实不只是光靠捐款 你们也是靠这些 在网路上卖这些商品 也有一定的收入 但是这些应该也都是因为疫情关系 有受到很大的影响 这样 对啊 我们大概半年都没事做 对于 是对电商这部分 没有事做啦 然后照顾流浪猫狗跟救援这一块 反而因为疫情的关系更忙了 就是跟大家经济状况有关 哦 就是经济状况越不好的时候 就会有一些人就气痒 气痒 对 气痒 了解 好 那你今天想跟我们 这个聊一些什么 网路行销的问题吗 这样 因为我知道其实非常非常多的 非盈利单位啊 跟我们一样都是非常人力不足的 因为不要看我们好像在网路上面 粉丝人数接近十万啊 然后 意卖商品 大家也都蛮支持的 都会买 好像都有耳闻过这位 通宵的尘埃妈 但其实我们的人 非常的少 主要做行销跟行政工作的 就是我跟我妹妹 然后在第一线前线跑救援啊 然后送养啊 就是我妈妈 所以我们主要的人数就三人 哇 真的是非常吃紧哦 对 那所以 相信很多单位 其实也都是这种状况 就不到五人的 的小单位 那其实很多 就是动宝剑 因为我比较熟动宝剑 那其他NPO我比较不熟 蛮多 其他的爱妈 爱爸 或者是他们的志工 会来问我说 哎 你们 到底是怎么经营的啊 怎么行销的 就是网路上人家都找得到你们啊 可是网路上都找不到他们 然后他们又没有人手 可以去 去做这些事情 所以 也是想要 问全老师看 有没有 秘诀 告诉一下大家 在我们这种人手不足 像我们有三个人 其实对其他单位来说 可能很多了 有一些单位是 只有一个爱心妈妈 或者是 再搭配一个志工 或者是 那个爱心妈妈 配他的小孩 就两个人 这么人力不足的状况下 我们最该优先经营 哪个平台 比较容易被一般大众啊 或者是被企业看到 嗯 我发现这个问题 好像不只针对NPO 我们目前 目前已经录了几集的节目 每一集的各行各业 好像都 几乎都有这一题 这样 就是在人力 比较有限的情况下 到底要经营哪一个平台 比较好 那这个 像你刚刚说的 可能真的 甚至只有一个能力啊 我觉得真的 只有一个能力的时候 大概 很多事情都很难做 可能你光照 做你原本的本业啊 就是你原本 要去服务的这个对象 就已经很困难了 何况再做行销 所以我觉得 一个人的时候 是真的很难啊 但是 像你们现在这样的话 稍微好一点点 你们还有 这个 两个年轻人 愿意一起帮忙 所以我觉得 算是稍微比较幸运的 那我觉得呢 要进哪一个平台 主要要看的是 你会来 你们要去行销的对象 到底是什么样的人 他会用什么样平台 譬如说 这个如果 举例 然后假设像你们的 这个流浪动物 气氧动物 这个如果 关注这个话题的 比较多都是年轻朋友 那你就是应该去经营一个 年轻人会用的平台 但是如果 这些年轻人 他们很关注 但是他们并不会捐钱 那你就可能要去想 那这个平台可能 就 有余力的时候 再来经营 你就更要去经营 是那些 有会关注 但是又会捐钱的人 那以台湾现在最重要的 四个平台 脸书 IG LINE YouTube来说 我觉得 如果 有一点点余力的话 我觉得 这个NPO 比较重要的 其实是脸书 因为 我觉得 这个 如果稍微 比较年长一点 比如说30岁以上的 这些人 有可能会是 捐款的大宗的话 那他们还是用脸书为主 用脸书为主 那 IG的人 这个 如果他们不一定会捐款 因为每一个单位不一样 说不定刚刚你的对象 都是会捐款的年轻人 这样 但是如果是 这个稍微比较年长 有经济能力的 这个 中老年的话 我觉得是以脸书为主 这个是行有余力 但是如果 万一 你连经营脸书的时间 都没有 因为经营脸书 等一下我们可能会会再聊到 他可能必须要去想 想梗 做图 什么 这个发的内容 其实也是要想的 如果连这个时间都没有的时候 我觉得 最重要最重要 要经营的就是LINE 我觉得LINE 其实是对于非常小的 像这种一人的NPO来说 我觉得其实很重要 好 那我之前也有跟大家分享过 这个脸书 IG跟LINE 最大的差别在哪里 脸书跟IG 主要是去触及很多潜在的客户 潜在的目标对象 这些人可能不一定真的 跟你们有很深的交集 可是他们就是扮演着默默的扩散的角色 关注扩散角色 是属于一种弱连结 但是LINE呢 LINE通常是真的跟你们有接触过的人 比如说他可能真的有捐款过 或者是他有来参加过你们的活动 才会加入你的LINE 正常情况下 除非有做什么很奇怪的宣传 不然正常情况下 你们的LINE 官方罩号应该会加入的 都是真正跟你们有接触过的人 那这种人呢 不一定要很多 就算是几百个人 他们也有一定的力量 如果可以把这几百个人 所谓的这种比较忠诚的老客户粉丝 先照顾好 我觉得这是最重要 这是针对真的非常小的NPO啦 就是所以我觉得就是主要就是 脸书跟LINE这两个工具 那如果没有经历就是经营LINE 如果还有多一点时间 就再经营一下脸书这样 这是我觉得以这个 在比较有限的情况下的话 我觉得是以这两个平台为主 那另外有一个就是跟刚刚这个LINE 有关系的 我觉得这个对于NPO来说 其实会员的经营其实是很重要 对于一般的企业来说 就是所谓的客户经营 但是对于NPO团体来说 去经营这个人这件事情 其实是很重要 就是LINE只是一个工具而已 但是在这个工具的背后 其实都是一个一个的人 那这些人怎么去把他掌握好 其实是可以用一些工具来帮忙 比如说有一些好用的CIM的软体 他就可以帮你的所有有接触过的人 每一个人都可以留下一些记录 包括他是不是曾经捐款过 或他曾经帮忙过 他是志工 或者是他只是一个热心的人 是怎么样对象 其实都应该要做很详细的记录 然后再帮不同的人 可能贴上不同的标签 做不同的管理 发送给他 他们有需要的讯息 这样的效果可能会最好 这样 这个等一下可以再聊 这样 这样有回答到你的问题吗 有 那个脸书 刚刚陈老师有讲到 就是想梗这件事 我觉得NPO应该也都非常的想知道 因为我们最主要的工作 不是卖商品 我们公益团体就是在服务 可能是服务老人 服务小孩 或者是为环境做服务环保 或者是像我们是为流浪猫狗 所以每天都在 有非常多的工作 然后有非常多的案例 所以会有很多东西 可以一直分享在脸书上面 有点像写部落格那种感觉 但是当时 十年前啊 我妈妈 请我们开始经营脸书 的机缘 就是他跟我们说 他每天救这么多狗 每天这样子开着车 一整天 几乎24小时没有休息 一有狗狗有状况救出去救 然后一直在外面喂食抓结扎 他做得好多好辛苦 可是怎么没有人会知道 他想要让大家知道 他做了这么多辛苦的事情 想要大家认同他 甚至支持他去捐款 所以他就开始会在脸书上面写文章 就出去救援的时候拍照 然后半夜回来 写下今天救了哪只狗 这只狗狗状况怎么样 然后就发表在粉丝专页上 但是我们发现写得很辛苦 每天都写 每天都做 但是没有办法吸引大家的眼球 那个触及率也不高 所以我很想请教全老师 到底要怎么吸引别人 看我们脸书的po文 或者是甚至其他平台的po文 然后进而让大家愿意支持 甚至捐款有没有什么小秘诀 其实也不是说小秘诀 其实不管任何行业 或者是任何人经营脸书 都会遇到你刚刚说类似的问题 比如说触及率很低 贴的内容可能没有人会想要分享 所以看到的人就很少 虽然粉丝人数看起来还不错 可是好像上来互动的人 这个就比较少一点 而且可能都是固定那些人 就是感觉好像会越经营越无力 这样 这个是蛮多人共同的情况 所以我有稍微看一下 你们的粉丝团 那我猜想其他很多人 也可能有类似的情况 就是说我觉得你们发文 其实还算是蛮频繁 而且你们主题是非常的 有高度的相关性 就是非常符合这个主题 但是我觉得你们稍微有一点点地方 比较弱的就是说故事的能力 但不只是你们比较缺乏 我发现很多人很多人都缺乏 很多机构都缺乏这种能力 什么叫说故事的能力呢 就是或许我们不是只是单纯把照片 跟描述写出来而已 是可能要把这件事情的 这个来龙去脉起层转合 用一种比较不像是流水 这样的方法把它描述出来 而且让大家看了之后会 好像有一点点比较打动到 他的心的这种能力 我觉得这个是要去练习的 就是这个是很难的 我们要把一件事情只是单纯的拍拍照 把它事件描述放上去 这件事比较容易 但是要把它写成一个 看了之后会有一点点感动打动 甚至会主动想要分享出去的 这种故事的这个能力 其实是很难 所以我觉得所有的这个 这个NPO里面的小编们 不管是小编或老编 就是其实都应该去想想这件事情 那这个是需要不断去练习 第一件事你要意识到 其实这件事很重要 像你会问我这个问题 表示你还知道说 这个到底要怎么写 还会去想这件事情 怎么样才会有更多人看到 但是很多人是没意思的 他就是反正就是一直 把它当作例行工作 一直在放 但是当你只是变成一个例行工作的时候 大家看久了会疲乏 你一开始看到 第一次第二次可能会有感觉 到了第十次第二次的时候 可能就会觉得这个 好像重复性很高 这样 但是其实每一个生命都是不一样 每一个个案都是不一样 只是我们怎么去把它写出来 我们要做的东西不是流水账 而是如果把脸书粉丝团 当成是一个媒体的话 我们怎么在媒体上面呈现出 比较像是故事性的内容 我觉得这个是最难 那当你有了这个故事的这个脚本 这个脚本不是说刻意去编的 它也是一个真实的 只是把它写的稍微比较吸引人一点 当你有这样的一个脚本的时候 你再把这样的脚本转化成不同的素材 不同的媒体啊 譬如说可能是文字文章 有可能是影片 有可能是我们可以用做成一个懒人包 大家这几年很多人流行做懒人包 他可能一张图就是说一件事这样 或者是这个就单纯就是一张照片 然后配配配这个整个故事啊 其实都是可以 所以先要有这个故事 那这个故事其实检验的方法就是 你写完之后 你可以先给一些亲朋好友 稍微看一下 他们看了之后呢 会不会觉得故事写的还不错 让他会有想看完的感觉 如果有的话 那这个就OK 所谓的故事不是流水上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不是把我们做的事情放上来而已 有时候可能是要 我们可能是会用 就是把几个不同的案例啊 把它整合在一起 然后另外说出来一个 一个比较能够打动别人的一个 这个故事啊这样 不是只是把平铺持续把它贴出来这样 所以我觉得这个这是我自己的看法了 然后有时候NPO会可能会比较常用悲情牌 这也是我蛮常看到的 就是会让大家感觉好像是很需要被帮助 当然这个是无可厚非的 当然就是一定需要大家帮忙嘛 不然干嘛这个这个一直要贴这些东西 可是你会发现哦 其实在社群媒体上面 大家会比较没那么喜欢 一直接触太负面的能量 有时候会比较喜欢正面阳光的一点的能量 所以呢我们也要想想看 除了悲情以外 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多写一些 比如说他是因为大家的帮忙 或是怎么样 然后他最后 比如说他找到新的主人啊 或者说他最后有什么样子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改变 就是比较阳光一点点的故事啊 反而会让大家会有更想要看的一种冲动这样 所以这个 当然我觉得不容易啦 而且太阳光了 是不是大家就不想要捐款 其实也不会 我觉得阳光的背后还是可以告诉大家说 你看你们的捐款有多重要 因为有大家的帮忙才会有现在的一个改变 所以还是可以有不同的角度去描述捐款这件事情 只是就是说故事的角度不太一样 有我们其实也有把一些颂养成功的案例会分享给大家 然后那个时候的回想也会蛮不错的 就是也有一些粉丝会说 今天是痛苦的礼拜一 我打开脸书会看到你们这么开心的文章 我今天心情就好好哦 不过确实我们也有发现 这种比较正面的文章 是比较没有办法带来捐款的 对啊这是事实 那也蛮多得到很多募款的单位 他们全程都是打悲情牌 他们不像我们还 其实我们也蛮常分享正向的文章 因为我们送养 送养了15年的时间 已经送养了大概 700只的狗狗跟猫咪了 所以我们送养率还蛮高的 那通常都是送到很不错的家庭 所以有这种很开心的消息 我们也都会跟大家分享 只不过就是支持的我们 虽然会很多支持我们的人 因为长期追踪的人就会知道 我们不是都只打悲情牌 因为很多是救援之后 不知道后续 他们就只会跟你说 这只狗狗伤得很重 这只猫咪快死了需要钱 那后续呢 他有没有治疗好 他有没有找到家庭 很多单位不会写 因为他们可能没时间去追踪 或者是去发文 因为他马上要去救别只了 或者是 这只猫咪或者这只狗狗 也没有那么幸福的后续 就不好写出来给大家看 都有可能 但是我们会 蛮努力在追踪 然后分享给大家 所以我们的铁粉算蛮多的 他知道 爱妈 这个十几年来的时间 是真的很用心在救援 那不是 用一些写新的照片 然后请大家掏钱出来 就不是这种 没有管后续的人这样子 我觉得这样其实很好啊 就是说我刚刚并不是说你们 你们一直在打悲情牌 我只是说对于很多NPO团体来说 我觉得可能可以穿插一下吧 就是或许悲情牌一直有效 可是我必须要说 这就是我刚刚说的 在脸书或是社群平台上面 除非这个就是你偶尔做这样子悲情 我觉得或许会有用 但是如果你一直都是打悲情牌的时候 他就比较不容易有扩散的效果 这个就是他的一个现实 但是每一个团体 他的做法不一样 说不定他其实一边打悲情牌 可是他其实花了很多钱去打广告 所以他其实他也不在乎 到底这个会不会有人扩散 反正他也挪了广告预算 在这个贴文上面 就是希望越多人看到他的需要越好 这样 所以每一个人做法不一样 但是我刚刚只是说 如果你希望 大家希望用自然的分享 自然的触及的话 除了说你可以告诉大家 你们的需要以外 其实就是我觉得可以 穿插一些比较正面 那就像你刚刚说 你们或许也都是有 那你们的铁粉也都知道 所以我觉得回到我们前面刚刚讲的 就是说 其实每一个粉丝团 不一定是NPO 每一个公司 这个铁粉这件事情 其实都很重要 只是说大家有没有用心去经营 或许在 比如说这一两年 疫情比较严重的情况下 铁粉就会变成是非常非常重要 因为真正的铁粉 他们才会在这种非常 需要帮忙的时候 他才会伸出援手 这样 所以有没有掌握到铁粉 到底是谁 有多少人 在哪里 我觉得这件事情也蛮重要 或许像你们这个已经做了 这个十几年了 就比较容易累积了一些铁粉 但是对于一些比较新的 这种非力团体来说 他们其实更重要了 就是说他们要去掌握住这些铁粉 其实是更重要的关键 铁粉这一块 我有一件事想说 就是我们今年疫情的关系 没有办法送养会 那也在意卖的状况下不是很好 所以我们经营了YouTube频道 然后直播了一窝救原来的猫咪 那一窝猫咪是从生产到哺乳 到送养 全程24小时直播 然后就是在YouTube上面 然后他们现在都已经送养出去了 所以我们也没有再直播了 加上因为现在比较忙了 也比较没有那个空闲去做直播 然后我发现 现在年尾了嘛 要做做 就是大家都在卖卓力 NPO超喜欢卖卓力的 然后我们也有卖 然后里面就会放很多 我们自己园区救援的 或是带送养的猫咪狗狗 就有铁粉出来 他说 想要希望我们的卓力里面 有当初直播的那一家 那一窝猫咪 然后都敲碗说 希望我们的卓力里面有放这一家 然后想要知道他们的后续状况 然后其实我们原本卓力 是想要放比较送养不掉 或者是比较有故事内容 比较特殊的救援案 但是太多铁粉敲碗了 所以我们还是把这一窝直播的 猫咪一家放进去 就觉得铁粉真的很可爱 其实刚刚一瓶有提到这个案例 也是我觉得很棒的案例 就是等一下可能一瓶可以多说一些 他们在YouTube上面 其实也从零开始 但是现在也冲到一定的人数 在很短的时间之内 然后也开了直播 所以一切都算是在疫情之下 但是他们在 等于说最 最没有什么资源的时候 也是到处的想办法 然后我看 几乎没有什么其他的团体 有像你们这样 就直接开的 这个24小时直播 一直播这个 这个小动物 然后我有时候上班的时候 我也点过去看一下 同时一起在看的也 也好多人 这样好几个人 大家可能都觉得 一边工作一边看猫咪 还蛮疗愈的 所以其实这是一个还蛮不错的方法 姑且不论他为你们带来多少的捐款或是什么 但是我觉得这就是一个还蛮有创意的方法 至少他设备准备好了之后 可能就是一直放 你也不需要花太多额外的费用 这样 你要跟她再多说一下 当初为什么想要成立这个YouTube频道 其实YouTube频道 我妹一直都蛮想要去做的 她甚至想要找剪辑师 或者是找人来帮忙写脚本做剪辑 但是我自己有收集一些资料 然后分析评估觉得 目前不符合我们的一些成本效益 所以一直没有好好的去做 那因为疫情的关系 我们真的没有那么多工作可以做 就没有办法送养 也没有办法卖礼盒 然后我那时候一开始是 会拿手机 然后跟着我妈妈去外面救援 就是用FB直播 FB最方便 那我们的粉丝通常都在FB上面 然后后来我妹妹她在自己的住处 救了一窝猫咪 不是一窝猫咪 就一只怀孕的母猫 快生产了 所以被医院退货 说这快生了 我没办法结扎 你拿回去安产吧 那她就安置在家里了 然后就想说 既然在家里了 那我是不是可以来直播猫咪呢 因为大家都喜欢猫咪 然后接着她又快生又猫了 这感觉就可以赚到大家的 的那个关注 所以就开始了直播 然后我们还研究了 发现YouTube直播 有可以donate 但是donate有一定的门槛 那至少是订阅人数要1000人 然后直播时 不是直播时 总影片播放时数 有一个限制 我现在有点忘记 4000个小时 4000个小时 那我们还能达成蛮厉害的 对啊 然后就发现有这个门槛 才可以donate 因为其实我们一开始想要这个方法是 看到国外有一些 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NPO 就是国外都会有人 家里可能养很多猫 他也有可能是宠物店吧 我不确定 然后他们就会24小时直播 然后也会收donate 所以我们就模仿了这件事情 其实这个很难 大家想说他有几个条件 就是刚刚说的 你至少要1000个订阅者 然后要总观看时数 要超过4000个小时 你才能开始开启营利 或者是donate的模式 但是重点是1000个还比较容易 有时候你找一些亲朋好友就好了 但只要你的影片 你的频道的总观看时数 要超过4000个小时 这件事其实是比较难 所以当初 你们才会想要开启这个直播 直播其实应该是有帮助到一些 对帮助蛮多的 一方面是 比较多人知道这件事 尤其是YouTube 比较是年轻人在看的平台 所以会有很多我们的粉丝 他可能只是学生 他就会丢给很多他的同学朋友 说这个YouTube频道 你就打开 你就放着 你可以帮到很多猫咪狗狗 所以就变成他的同学朋友 原本可能根本就不知道我们 但是就被推销了 被强迫推销 打开放着 所以他们就会放着 然后我们那时候 线上观看人数 稳定的人数通常都落在30上下 就可能32啊36 随时24小时 然后蛮多都是 我自己有发现 就是都是比较年轻的 的同学 或者是年轻的上班族 会打开YouTube 一直摆着 然后就成为这一窝猫咪一家的铁粉 对啊 所以其实这个也是一个还蛮聪明的方法 而且最主要是那个时候 很多人也出不了门 所以不止你们没有办法出去做工作 很多人也在家里 所以他就可能特别更需要一些 看起来感觉很疗愈的一些 一些内容这样 那这个就一直看着 最重要的是他们可能会有一种参与感 我觉得你刚刚有讲到一个重点 就是说 我好像只要开着这个直播 我就可以帮助到一点 就算我没有真的捐钱 他可能就可以帮助到你们的 的协会这样 所以我觉得这点很重要 就是说 我们怎么让这个捐款的人 或者是想要帮助的人 即使他们的因为 很多原因他没有办法真的到现场 或者是他没那么多钱 但是他还是可以贡献一点心理 我觉得这一点还蛮重要 那如果这个真的要捐钱的话 怎么让大家会觉得 即使是不是很多钱 但是也可以奉献一点心理 我觉得或许也是可以考虑 像我前面讲的 那个会捐款的 这个很多人可能比较是中老年人 但是说不定 如果你们击杀成塔 如果你们的对象 没有对象 爱猫狗的很多年轻人 每一个人 他都定期定额的捐 一小笔钱 累积起来 其实也是一个蛮可观的数字 这样 所以我觉得还是可以 这个多尝试 但是就是要看 你有没有这个时间 这样 如果你真的像刚刚前面说的 你就只有一个人 两个人 其实就很难做这么多的事情 这样 像你们这个 其实算是还蛮难得 一个蛮有创意的方法 这样 然后就是我像我刚刚说的 让大家有一起有这个参与感 我觉得还是蛮重要 所以你还有什么其他的问题吗 就是关于直播跟拍影片这件事 因为我们在直播的时候 有其他的单位 不是动保单位 我也不知道他怎么看到我们的 他就突然来问我说 你们是怎么直播的 他们也想要做 我记得他们是 应该是跟身心障碍有关的 单位 然后他说 他想要帮他们服务的对象 直播他们这些对象 在认真工作的样子 然后 其实我自己也 没有涉猎这么多 毕竟我们也是今年 才开始做这个直播 所以 想请老师分享一下 如果有其他NPO 想要像我们一样 分享自己工作的内容 或个案的话 该准备一些什么东西 不管是设备软体 还是需要什么准备作业 其实我相信直播设备 你们也是蛮有经验的 但是我觉得有一个先要考量的 就是说 因为像幸福流浪狗中途 你们这边直播的对象是猫咪 我觉得这个是比较不会有问题 如果你直播对象是人的话 这个就比较复杂一点 你一定要征求到那个人的同意 这样 这是最最优先的 而且 如果你要直播很久的时候 或者是将来 这个频道如果真的变红 可能会也会影响到 那个人的生活 就会要考虑的地方比较多 万一他不红 也就算了 这样 万一他真的变红了怎么办 所以人会比较复杂一点 所以一开始可能可以先从一些 这个比较没那么敏感的 比如说像刚刚如果说是拍工作样子 就尽量可能不要拍到正面 可能会比较没有争议 好那回到这个刚刚说是内容 回到设备的部分的话 其实直播的这个设备 也不需要到非常的专业 一般的话就是可以上网去买一些 像webcam之类的 那重点就是你要有一台电脑 然后这台电脑是一直可以上网 然后你就可以接着电脑 然后连接webcam 可能再透过一些免费的直播软体 像obs这种软体 其实都是可以把你的这个影像 一直把它播出去 只是你的电脑可能就要一直在那边 做这个直播 然后 这个也是一瓶跟我分享 以前我也没有直播那么久 我以为直播可以一直播下去这样 因为我看的电视新闻都是这样 但是这个一瓶跟我之前跟我分享 他们好像每一次直播就不能超过12个小时 就是播到快12个小时 你们就会断掉 然后就会重新再开始这样 对好像是YouTube那边的设定 是YouTube有限制 不可以超过12小时 是 所以其实这个12小时也很长了 但是他们算很有恒心的 就是他们可能会设定的很好 就是快到12小时的时候 就会让他再重启 要再重新开始直播 所以是算是 或者是4小时不间断 所以其实应该就是有 这个一个webcam 然后有一台电脑可以一直放在那边 然后有一个稳定的网络环境 基本上就可以做这件事情 没有很困难 然后我记得你们的直播好像还有放音乐 对不对 对有背景音乐 是用OBS 对那我觉得那个背景音乐也很好 你们要找到那个没有版权的 没有版权问题的背景音乐 因为很多时候他可能就是想 他想静静的听 他就把声音关掉 但是他如果一边看一边听一点 轻松的背景音乐 我觉得可能也不错 所以我觉得这个直播其实还OK 只是你要直播那个地方 方便放一个电脑 还有他的网络 是不是也很稳定 这个可能是 那详细的技术 当然可能上网都可以找到了 怎么做OBS的直播 网络上教学还蛮多的 所以这个是在直播的部分 那刚刚有提到影片的部分 其实影片也是现在 影音的部分也是现在 蛮重要的一个工具 那我常常跟大家讲 YouTube 现在是全世界第二大的搜寻器 所以很多人呢 其实在YouTube上面 不只是拿来看影片 拿来享受 更多人会在YouTube上面 直接搜寻他要找到的答案 所以如果你在YouTube上面 没有自己的频道 没有自己这个协会 或是这个基金会的介绍的话 那就没有人会找得到你 那些会爱用影片的人 他就不会找到你 所以不论你做得好或不好 你还是可以放一些关于你们 这个NPO的介绍的影片 然后可以开一个频道 开频道很简单 只要Google上都可以开 然后开了之后 就把你的影片放上去 如果有办法 有计划性 有这个规律的更新影片 当然最好 但这个不要说对NPO 对很多企业都很难 但是至少你要有东西 可以放在上面 可以被搜寻到 然后有一些影片标题的关键字 内容的关键字 通通都要设定好 这样子在搜寻一些内容的时候 你就有可能被找到 而且这个影片最好是看了之后 大家会觉得 这个就是我想要捐款的对象 我觉得这样就是最好的 所以我们可以放影片在上面 利用他的长尾效应 他可能不会一下子 就让你带来很多的捐款 但是只要放着 他就会有人会看到 这一点还蛮重要 那现在拍影片的设备 其实像刚刚那个直播 你就最好是找一个webcam 那如果说是要拍影片的话 其实现在很多手机拍的就不错了 像怎么iPhone 12 iPhone 13 其实这个都是绰绰有余 以我们这个NPO要的效果来说 其实是绰绰有余 重点还是在那个故事情节 所以我刚刚前面讲的故事比较重要 但如果你只是单纯做记录 那就没有什么故事 那比较重要就是后置 那后置现在也有很多免费的一些软体 可以来做 我觉得做的都还不错 以前还要用比较难的一些这个影音剪接软体 现在在手机上面 都有很多免费的工具 比如说像cap card 或是电脑的剪映 其实它都是很好的 用的免费的影音剪接工具 但是你刚才用一定不熟练 可是你多剪几次多剪 其实我有好几个学生 他们都是就是开始自己练习 一支一支影片 当然剪个五到十支 你就会非常的熟练 会越做越好 但是重点就是要这个开始做 开始做 如果都没有开始的话 就不会有后面 那你会越做越好 那我也顺便回答 刚一瓶有稍微提到的一个问题 就是说这个影片 这个是不是一定必要的 然后这个有没有可能性 去外包找别人做 这个我觉得是真的可以考虑 的一件事情 这样为什么呢 因为我有看过很多的 这个影片的效果 一支好的影片真的可以 胜过很多的文字 所以而且它不用很长 可能就是两三分钟 但是它可能可以说出 就如果影片拍的好 就会真的会比较能够打动人心 它带来的效果 比如说你找人家拍一支影片 可能花几万块 如果便宜一点的话 贵一点可能 那就更贵 我们说最便宜的几万块 拍一支两三分钟的影片 它带回来的效果 如果拍的还OK的话 绝对会超过这个金额 而且它可以用很久 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可以考虑的 一件事情 就像我们大家都有看过很多的 募资嘛 大家应该现在都有看过很多募资专 甚至我知道很多非力团体也会做 也会上募资平台 所以在这个募资平台上面 你会发现除了产品介绍以外 最重要就是他们一定都会拍一支影片 这个影片就会去介绍他们的这个产品 但是有时候这个 这个募资的款项 就跟这个影片拍的好不好 其实有非常大的关系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还蛮值得做的一个投资 当然你不要花那么大的钱 但是如果可以找专业的人来拍一两支 稍微好一点的这个内容的话 我觉得效果会是很不错的 好 所以可以一平均讨论看看 对啊 其实最近有一间公司有帮我们拍影片 就一直都有在帮助我们的公司企业 然后有协助我们拍影片 那我好像赚蛮大的 赚到了 不错啊 所以他没有收钱吗 他没有要收钱 哇那那也实在太好了吧 他拍的也不错吗 我还没有认真去看过 但是他们有认真的找专业的人来写脚本 然后花了一整天的时间拍摄 拍了一整天 大概花了十个小时有吧 哇那这样子非常的好啊 这样 所以这边又有讲到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我前面有讲了 就是我觉得对菲尼团体来说 会员的经营很重要 什么叫做会员的经营呢 就是你要很了解 知道你 你的粉丝到底 对你这个东西 有兴趣的人 到底是哪些人 会捐款的到底是哪些人 那有些人可能不是捐款 他说明他可以提供的是其他的资源 譬如说像刚刚说的 可以帮忙拍影片 或者他先可以帮忙去做义工 或者是什么 我们是不是都能够掌握 我们现在 这个有来跟我们互动过的 这些人的每一个人的 所有的资料 如果可以做到这一点的话 你的资源就会比较可以妥善的运用 要不然你只会知道 我们捐款的就是这些人 那这个我们的粉丝又是那一群人 但是我怎么去善用这些人 譬如说说不定这些人里面就有 可以来帮助我们的名单 只是我从来都没有想要从这些 粉丝里面去找 他们其实说不定就是一个 很好的一个资源 对其实 我觉得我们有比较 就是跟其他小的NPO比起来 比较多粉丝最大的工程是我妈妈 他虽然花很多时间在救人 可是他也花更多时间在回讯息 在跟领养人或是捐助人交朋友 就是他就算半夜一两点才忙完 他还是会打开我们的粉丝专业的讯息后台 然后一个一个回讯息留言也是 一个一个回留言 所以大家都会觉得 这个陈爱妈好像我的朋友一样 然后爱妈也是真的很认真的在做事 然后很认真的在回答我提问的问题 有些人可能会问救援的问题 或者是猫狗后续医疗状况怎么样 那爱妈都是连半夜都非常认真的打很多字 他明明手机打字很慢 键盘也敲得不太好 但是他还是很努力的花很多时间回答问题 所以有很大一群是他的铁粉 大家听了会不会觉得很不可思议 我还以为我自己还以为 那个你们粉丝团的回复 都是你们这些小编回 没想到是这个爱妈自己回的 所以其实真的很不容易 这个除了他要做一些实际的工作以外 他其实也很重视跟粉丝的互动 但是我觉得这也是一个 我觉得这是你们的这个优势 但是他也是一个比较危险的地方 因为所有跟粉丝互动 或者是比较知道粉丝谁是谁的 其实全部都是在爱妈一个人身上 可能很多人是在他的脑海里面 那这个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做 或许你们有 但是对很多的非力团体来说 我觉得其实应该要想的是 除了那个核心的人物以外 我们是不是可以有系统的 有一个比较用一些资讯化的工具 可以把我刚刚说这种 每一个粉丝 每一个捐款人 每一个义工 或者是每一个个案对象 都有非常详细的记录整理 当我们有需要的时候 我们就有办法可以从这边 可以得到一些我们想要的资源或帮助 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这样 这个就是我在做的 就是我会去看他的讯息 然后放标签跟写备注 这就是我在做的事情 所以我还是会去看所有的讯息 这样子 你看这个就很好 表示你们在这方面 算是蛮合作物件的 这样 对 好 所以 其实你们感觉起来 其实你们算是已经做的还不错了 所以你觉得还有什么其他想问的吗 最后的问题就是 虽然全老师说不是专业 但是我还是非常想知道 就是关于 因为我们主要的 捐款人还是以民众为主 那很多NPO单位最希望的 还是跟企业有所合作 比较能够快速的增加曝光度 甚至是捐款 甚至是一些支持的合作等等的 所以蛮想知道 全老师 跟这么多企业接触合作过 那对企业来说 他们是怎么看待公益团体 或者是怎么去挑选 合作的公益团体 就是他们毕竟可能也是有 除了做公益以外 也是会想要有行销这部分 参与在里面吗 那他们会是用什么样的基准 来看待公益团体 就蛮想知道的 好 因为本来一平时要问我说 怎么写企划案 其实我其实没有写过 这方面的企划案 所以我不太敢回答他 但是我可以稍微说一下 就是站在企业角度 去看跟非印度团体 合作这件事情 我不是说我们公司 但是我说绝大部分的企业 他们看的绝对是这件事情 对我们的企业 到底有多少的加分 他全部想的绝对不是 可以帮助你们多少 一定是可以帮助 他们自己的企业多少 你看如果他一样要捐个 比如捐个一两百万好了 他捐给一个比较知名的团体 他或许可以得到的 民生的报酬会更大 那如果捐给一个不知名的 或许根本就没有人知道 他捐的这些钱 就变成默默在行善 那对他们来说 默默做这些事情 是绝对不可以的 所以他们一定希望 把他们的这个 这个社会企业 他们的捐款这些 可以把它放最大化这样 这也是为什么 很多比较小的团体 在这件事情上面 是非常困难 因为我如果是企业 我是绝对不会 这个跟太小的团体合作 因为他不符合我们的 整个企业的一个利益 他没有加分的效果 这样 我是站在这个角度 好那对于这些 真的没那么大的 没那么知名的NPO要怎么办 我的看法还是回到 刚刚前面说的 这个一样的事情 就是这个在台湾 应该说在中国人社会里面 关系永远是最重要 所以如果可以的话 还是要先去找一下 你们的所有你们的粉丝 铁粉会员 曾经有捐款的人的名单里面 是不是有一些突破口 可以先去试试看 譬如说他可能 这个这个 刚好你们的某一个 某一个曾经帮助过 你们的对象 他可能刚好是 某一家这个大企业的 老板的老婆 或是什么 就是说他可能 不一定是老板本人 有可能是他的某一个亲戚 什么 如果你们有掌握 这样的咨询的时候 就可以透过这个 说不定可以想办法 去认识看看 就成为一个突破口 透过这个关系的介绍 比较有可能促成你的 这个第一笔合作 但是等到你有了第一笔 第二笔的合作 一开始可能经验也不是很大 但是他只要有 有开始有了一些这种的经验之后 后面就比较容易 因为别人也都会看 说某一间大众是会看说 你看那个企业也有跟他们合作过 而且好像成效也还不错 他们就可能也愿意来做 但是一开始你什么经验都没有的时候 是非常难所以还是要想办法 先做出一点这种实际合作的案例 我觉得这个是比较可行的一个方法 所以我相信你们经营了15年 有这么多的铁粉 里面应该不会通通都是一般人 里面一定也有某些企业的 或许他他是中小企业 他不一定是那么大的企业 那也可以先从中小企业开始合作 那说不定他只是 他没有办法捐到那么多钱 但是他可能捐的钱稍微少一点 但是你可以也可以帮助他企业 有一些加分 我觉得也不错 或许他也不一定是捐钱 他可能是提供其他的帮助 就像你刚刚说的 他们可能就可以帮你们免费拍影片 或者是免费做行销 免费的提供一些产品来义卖等等 都有可能 所以我刚刚说 这个总结两个重点 第一个就是要找关系 要经营你的 从你的会员里面去找 看有没有可以突破的一个关系的窗口 第二个就是可以先从小的开始做起 先累积一些案例 后面就比较容易再有其他的可能性 要做陌生提案 针对大企业陌生提案 我可以跟你说 就死了这份心吧 这是不可能的 这是不可能的 对就像是我们 我们是一家网络行销公司 我们是代客操作公司 我也不可能随便找一间公司 就跟他说 你要不要找我们公司来做行销 是跟你们其实是一样的处境 他是不会选择我们 但是如果我们已经有 跟一些其他的 企业合作机会 或者是透过人脉关系的介绍 就比较有可能 就比较有可能 我不知道有没有回答到你的问题 但是就是 这是我的看法 有有 我相信也有帮很多公益团体 回答到这个问题 因为我真的觉得 很多的公益团体 他们是 我这样讲可能 不知道大家同不同意 就是有时候是坐在金山上面 自己不晓 就是你可能这些捐款的人里面 其实可能就有大咖了 可是你从来都没有注意过这件事 因为你可能看到的就是一笔一笔的捐款 但是你并不一定都知道 每一笔捐款后面的人是谁 然后他的 他为什么捐这笔钱的动机是什么 有时候不是那么容易去关注到每一个人 所以这件事情 是要花一点时间 就像爱妈 他会做的事情 他会花那么多时间 跟每一个粉丝做深入的互动 这就非常非常的难得 这样 所以这个也是大家可以学习的地方 这样 好 我看那个 这个 其实一笔本来还有要问什么广告啊 或者是KOL的问题 我的问题太多了 好 不只是你的问题 可能都非你一团体的问题 我很快的讲一下好了 因为既然你有这个好奇 我就说一下我自己的想法 比如说像KOL的部分 很多人可能找KOL合作 这个KOL也不一定会理你 这样 然后这个太小了可能也没有效 好 那我觉得 我自己是觉得 我的看法是 与其 一直去找KOL 还不如想办法让自己变成KOL 好 大家不要觉得这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 说不定 我们看一下去年前年很红的人 今年不一定还很红 好 那说不定你就变成明年的KOL 这样 好 所以 如果你现在开始做的话 就是有这个机会 我们也可以从 鬼网红开始慢慢变成网红 在这个时代就是有机会 是有机会 好 所以这是第一个我觉得其实是可以 也可以试试看 好 当然要怎么做这个就有很多东西要讲 好 只是我觉得与其去求人还不如自己开始做 只是很多人完全没有压根不会去想这件事 他会觉得我自己就不是这块料这样 好 但是其实这个时代什么都有可能 每一个人都有可能当成当网红 这样 好 然后第二个就是我觉得这个 呃 有时候可以就是不一定要先找那么大咖的 好 其实我觉得有些微网红啊 好 他们还是 他们的困扰是什么 我们要找到他的痛点 他的痛点其实有时候是没有素材这样 就是他不知道要做什么东西 他每个礼拜也在绞尽老子的想素材 好 所以我们是不是有办法跟他做一些合作 然后以譬如说以幸福六万口中途你们其实算是有资源 因为很多网红他们的粉丝可能都没有你们多这样 所以当你们要提出一些交换的时候 我相信有些人是会愿意的就是为网红了 真的很红的他当然可能还是不会理你 但是对于说他的订阅数可能就只有这个这个这个几万人不到10万人的这些这个YouTube或他的粉丝团人数 还比你们少的这些人我觉得就一定有合作机会 因为你们本来条件就不比他差 你帮他他还帮你做一些宣传 你还帮他宣传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觉得还是会有机会 而且你们的譬如说以你们的这个主题 是跟这个流浪动物有关的 我觉得这个应该很多人是不会排斥 这个当你们时机找的情况我不晓得 但是我觉得要去想这个KOL可以从这个合作里面得到什么 站在他的角度去想 然后去提出这个提这个合作提案会比较容易成功 譬如说我提出来是你们可以我们会帮你在FB在什么地方曝光哦 你可能会这个这个除了会有很好的名声以外还可以增加粉丝 这个又可以有一个这个不错的素材 我相信有些人是可能会愿意的 然后广告部分的话 就是我觉得其实这个也是 这个跟大家导致一个观念 很多人在买广告的时候的做法是 我会买那个我有需求的那个内容 然后会去买广告 什么意思呢 譬如说我就贴一个这个捐款的这个贴文 然后努力的去投放广告 因为我需要捐款 但是通常这个要花很大力气才会有一定的成效 那我们真的常在买广告的做法 应该是相反过来 我们不是直接去找我们有需要内容去投放广告 但是我们会去找我们的贴文里面表现比较好的去投放广告 这样就是你会先贴出去 可能先试试看 譬如说我这个这个礼拜贴了三则内容 这三则里面有某一则的成效其实比较好 那为什么比较好 就是在没买广告情况下 其实看到人比较多 那一则讯息可能就可以值得来投放广告 只是你怎么在那则讯息里面再去加入一些大家会想捐款的元素 那就是要去规划去想 所以这样子才会成效会比较好 而不是这个逆着走 然后如果你手边有一些这个名单的话 其实也可以把这个名单汇入到这个后台 像FBI后台就可以汇入名单 透过这些名单去找到相似的受众 有时候成效也会比乱枪打鸟来的好很多 大概这是投广告的一些经验 跟大家分享 好 那可能就差不多了 一瓶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差不多了 问很多问题了 没有啦 今天一瓶也跟我们分享了很多 因为我觉得他们算是 虽然他们也是这个能力很少 资源很缺乏 但是他们还是在这种很有限的人力资源之下 做非常非常的努力 在做这些事情 所以大家可以上他们的脸书粉丝船 去看一下他们的贴文 然后上YouTube去看一下他的影片 甚至到他的官网去看一下他们的商城 我觉得做的其实都还蛮不错 我们还有IG 也有IG 换个经营一下 所以其实你看这些平台他们都有在做 虽然他们能力这么少 但是还是这个全部能做都尽量做 所以我觉得很不容易 因为我平常自己也都会用这些 就会觉得得来经营一下好了 对啊 就是至少要开始 很多东西至少要开始 好 那不管你熟不熟悉 就是试着去做做看 好 那我们今天很谢谢一瓶来上我们的节目 希望所有的NPO团体都可以有一些收获 然后可以赶快度过这个寒冬 疫情的这个寒冬 希望大家生活越来越好过 也会愿意多多的帮助这些NPO团体 好 好 那我们就下一次再见咯 拜拜 拜拜 拜拜